大家好,我是老油条 老油条带你一起看没看过的佳作 神作好玩的电影 看电影就找老油条 今天一起看一部舒淇主演的福利电影 其中的一些画面简直是不要不要的 女主我们依然称呼他为小芳 小芳是一个黑帮老大的千金 老爹是叱咤风云的阿豪哥 在这部电影中是一个帮派的大哥 豪哥和眼镜男是死对头 眼镜男是另外一个帮派的大哥 双方都等待机会干掉对方 称霸这个地区 在一次宴会中 眼镜男要求小芳在有碎玻璃的地上补剑 小芳也是一位血气方刚的妹子 当众打上了眼镜男的手下 第二天眼镜男在理发馆理发 只带了一名保镖 而且还在外边 这是真保镖 无一 有这种保镖老大不死才怪 眼镜男被一位神秘女子杀死 他们认为是小芳做的这件事情 眼镜男的手下光头哥发誓要报仇 豪哥是一位讲理的人 为了避免冲突和小芳的安全 小芳来到韩国躲风头 负责照顾小芳的就是大芳三个笨蛋 大芳是一名小头目 手下有两个笨蛋手下 这三个人除了大吼大叫之外 毫无软用 大芳几个对小芳的态度很差 一方面是交流有障碍 另一方面他们瞧不起女性 不过小芳毫不在意 完全忽视了他们的存在 大芳为了证明自己很男人 教训小弟来凸显自己的男子膝盖 没想到假戏真做还被小芳嘲笑了一番 这眼镜看得我尴尬正都犯了 大芳的大哥见到小芳都是毕恭毕敬的 可想豪哥的地位也不是盖的 此时翻译也出现 翻译看到在场面也是吓了一跳 工资能不能要回来是个事 能活着回去就不错了 电影中的大部分笑点都在翻译身上 大芳的手下威胁翻译做饭 各种瞧不起女性 性别歧视确实很严重 翻译是敢怒不敢言 我能怎么办 我也很绝望啊 人家可是黑社会 小芳一直都是一副高冷的大小姐姿态 丝毫没有把大芳放在眼里 言语中一点都不客气 大败了好多的好听话 一副瘦气包的样子 大芳的小弟去收账 遇到了敌对帮派的成员 小芳出手打倒了对方几个人 晚上对方大哥就找到大芳他们报仇 小芳再一次一个人打倒了对方几个人 这一回终于惹怒了对方的boss 抓了大芳的两个小弟 大芳带着小芳前去救援 大芳被人家暴揍了一顿 最后还要小芳来收场 小芳一个人解决了一个当地大帮派 果然是女众豪杰 无意中帮助大芳的帮派吞掉了对手 大芳的地位一下从老幺成为了大哥 大芳几个人对小芳也刮目相看 就连翻译都开始命令大芳他们 说话也开始硬气起来 胡乱翻译小芳的话 没有一句是翻译对的 光头哥也派了杀手来到韩国 大芳却认为是来杀自己的 这自怜程度是有点过分了啊 派这么厉害的杀手 解决一个毫无价值的人 亏大芳想得出来 杀手也是穷追不舍 小芳嫌弃大芳的车技 便坐在大芳身上亲自开车 这也是本电影中的唯一亮点 就是这辆车阵 豪哥为了自己的唯一女儿 找到了光头哥谈判 豪哥愿意牺牲所有换取小芳的安全 杀眼睛哥的人估计就是光头哥安排的 目的就是嫁祸小芳自己好上位 怎么可能会轻易放过小芳 小芳只不过是一个弃死鬼而已 光头哥趁机干掉了豪哥 韩国杀手这边也找到了小芳 双方杀的是你死我活 不过小芳有主角光环 杀手再厉害也都是来送惊艳的货 小芳也赶回到了香港 豪哥一直撑到小芳的到来才死 大芳渐渐的喜欢上了小芳 从韩国跑过来帮助小芳 小芳也喜欢上了大芳 奉献了自己一颗深深的香吻 一颗被嫌弃的香吻 最终就是小芳的大决战 小芳假扮新娘混入了内骨 一个人全灭了对方一个庞大的组织 光头哥也被杀 小芳在一次以一己之力统一了江湖 大芳在逼迫下和小芳结婚 这种电影套路 大哥的马仔全部都是在打酱油 没有任何存在感 演技确实有些浮夸 看着有些尴尬 不过为了看车镇那边也算值了 好了本期就是这样 想要获取本片资源 微信公众号搜索老油条说电影 喜欢点订阅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